首先是stuffing一支筆 一支筆推出來的時間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它自己會彈出來的 另一個是重點的features我們要推介 就是這個叫Screen of Memo 就是不需要按鈕 只是一個黑色的畫面 在上面我們就可以很快地寫到一些筆或記錄 其實可以給我們一些用戶 例如一些很急很重的時候 不需要特別看任何的application 只需要推出筆出來 可以在黑色的畫面上寫到一些重要的書籍 Screen of Memo 就是有關這個X Pen 其實X Pen我們都做了很多的advanced improvement 首先呢 它進來 我在這裡按支筆 其中一個重要的推介 就是Screen of Memo Screen of Memo Screen of Memo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說我看到一些網頁 譬如我開過網頁 我想Screen of Memo 整個網頁 以前就只可以Screen of Memo 那些部分 但是今次呢 我們只需要開一個X Pen 然後我再按這個綠色的按鈕 去Screen of Memo 它就會把整個網頁卡出來 出來的result 就是整個網頁 就是整個網頁的result 出來的 整個網頁 所以其實也可以封面 這個問題 就是去看一些很大的網頁 所以我不需要每次做一下 Screen of Memo 其實那個Slicing的功能呢 就是 只要你一個網頁 例如你一個Laptop 那旁邊有一個旗艦手機 那就可以做一次的Connection 然後以後就要拿一些Connection 開了Wi-Fi之後 就可以將電路的相片 或者一些軟件 Drag and Drop 那樣 就不需要說 任用Data 去Connect 去全部 Drag and Drop的操作 就是這個 Drag and Drop的操作 Drag and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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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 and Drop